BNT疫苗将在23号就要在校园里头开打了 校方必须要在今天以前统计完成要接种的人数 因为到16号就要正式造册准备疫苗 这怕Delta病疫株再次侵袭校园 现在学生的接种意愿都蛮高的 但还是有家长不放心选择不接种 以台北市民族实验中选来看 初步统计发现 不同意施打的比例大约是占了一成左右 而对于不同意施打的同学们 校方也会尊重大家的意愿 但是现在外界就怀疑了 学生不打疫苗就不用像老师一样 必须要定期筛减 是不是双重标准呢 对此专家建议要比照国外的做法 哪个礼拜要调查一次学生的接触史 学生陆续缴交BNT疫苗接种意愿书 校方也将进行统计作业 13号就上报教育局 三天后正式造册备疫苗 就怕Delta病疫株会再侵袭校园 学生接种意愿都很高 但仍旧有家长不放心 我选择不打 家长说等晚一点 就是有些人打过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打 看看那个副作用 我是选择要打 考量到每天都要搭公车 搭捷运 然后到学校人也很多 虽然有一些副作用 但还是决定要打 那发出去之后 有一些有特殊疾病的小孩 请假释回去找原本的医师做评估 然后另外还有同意书收回来 如果有土改 我们会打电话跟家长做确认 像是北市民族实验中学 初步统计已经收回五个班 约一百人的意愿书 其中就有十个学生确定不接种 集中在高年级生 不接种的比例约占一成左右 对于不同意施打的同学 校方尊重大家意愿 但这也让外界质疑 为什么老师不打疫苗 需要定期快膳 而学生却不用 预防校园疫情出现双标 对此台大公卫系教授陈秀席 也建议因为学童来自不同家庭 建议比较国外做反 每周调查一次学生接触时 如果疫情更远俊 就得升为每天做一次 如果不打疫苗 是不是能够以检测的方式来替代它 就是用我们的筛检 我们的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筛检 包括我们的技巧快筛 专家建议学生接种疫苗 还是可以提升防护力 降低病毒入侵 校园的几率 解台北综合报道